副嘉全秘書長也好 或者是屏東縣政府也好 都提出說明了 那我也覺得 這應該是一個合理的說明 那如果說 有人還有意見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來檢討一下 是不是有制度上的缺失 那如果是制度上的缺失 那我們從制度面來改進 好 這是昨天晚上 逢問日本剛回台的 蔡英文在 松山機長就逢問 人家不是問他說 你到日本見了哪些人 是問說豪宅龍舍怎麼辦 其實那我想起1992年 克林頓總統第一次選總統 我印象深刻了 因為他跟他在說律師 所以他們在買一塊地 再一塊美國叫做白水 Fight Water 一塊地 過國黨主席說你是土地炒作 我知道會不會走不走 但後來不起訴處分 其實全世界皆然 克林頓總統那個白水 還變成之後白水門都一樣 我想今天蔡英文主席 回來面對 其實整個輿論 其實本來是邱毅可能是 我引用他的話 只是純粹為揭蔽而揭蔽 但是今天 我想不要說蘇家全 連蔡英文主席 自己都要面對這個問題的 市人怎麼看 剛剛這個蔡英文特別提到 是不是有制度上的缺失 剛剛文傑兄特別提到說 那我們說不能用道德訴求 不好意思 我就是想用道德訴求 為什麼 制度上有缺失 那蘇家全當過內政部長 當過農委會主委 當過屏東縣長 尤其是農委會主委 你這個制度上的缺失 你不知道嗎 那是不是如果制度上有缺失 是不是應該用最高的標準 去做這些包括農宅 或是買農地這樣的事情 所以保留農地是最高制度原則 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所以我們說要農地農用 像剛剛光琴說 已經35萬公頃的農地不見了 如果每個人都這樣蓋的話 我這樣開玩笑說 以後台灣沒有農業問題了 因為沒有農業啦 哪來農業問題呢 因為你認定這麼寬鬆 所以這樣子的結果是 我十分之一是合法的 其他十分之九 我就算蓋這樣也合法 請問一下台灣還有什麼農業 我覺得這個不是 這個不算是道德標準 但是如果說這樣沒有違法 請問一下 這樣有沒有違反甚至民進黨 或是我們整個國家的政策 是農地要農用 要保留很多的農地 來做農業使用 我覺得這是最高指導的原則 而不是說 現在因為法令太混亂了 所以我蓋這樣 也不曉得到底有沒有違法 所以我蓋成這樣子 剛剛光琴講得很好 眼睛看嘛 眼睛看就知道說 這個是不是農舍 這有沒有農用嘛 這很簡單 還需要農委會 或是地方政府共同去會堪嗎 我覺得這種這個東西是多餘的啦 其實我想我們檢驗蘇家權 那我想到今天凌晨過世的 這個Steve賈博士 因為報紙來不及 其實今天早上一大早 這個我看CN就開始了 其實賈博士過世 他的接班人庫克 能不能接班啊 我都有點懷疑 為什麼 你看這個庫克的行銷能力 你看賈博士好像 就好像Steven Spieber大導演一樣 在導演一個戲嘛 行銷能力包括掌握最新科技 有人說賈博士是第二個愛迪森一樣 顯示啊 企業對於接班人的檢驗 就像今天庫克 蘋果電腦 就像我們檢驗兩黨候選 我想理應公平的 那你要談 畢生 剛剛文傑兄的角度 他很柔軟的方式 但是我提醒大家 民進黨的發言 就是以文傑兄為標準 他的邏輯就是說 因為現在農發條例 實際的規定 農舍辦法的規定 不盡周延 什麼叫農地農用 定義在哪裡 農民的定義在哪裡 所以把這個定義清楚之後 我農家全願意根據這個東西 我要猜就來猜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這個邏輯是不對的 今天就算這個 這個法令上有這些問題 你本身用施誠兄 用光晴所講的 你種的道德或社會觀感 你也不對 但是我之所以在意的東西 就是我現在不讓你 農家全頓逃 我也不讓你民進黨 在邏輯上去糊嚨 我現在回到跟農委會無關 我再強調一遍 跟農委會 跟農法條例 跟農法條例都無關 我回到建築 回到違建 回到實質違建的問題 換句話說 昨天你看到 他來刨除那個柏油路 我今天查到了 屏東縣政我的朋友告訴我說 他當時根本沒有申請 這一條這個柏油路 因為當時他要根據農需需要 他可以申請這條道路 或者說長治鄉公所 基於公共安全需要 幫他弄一條柏油路 都沒有 所以他昨天屁那摸臉 自己把它刨除掉 所以他剛好自己承認 他自己的違法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好朋友 來詮釋就是說 我不希望民進黨脫逃 因為你今天不要用這個農業的 這個發展條例農地農用 我今天要的就是 目前 我再強大一遍 問題在違法 問題在違章建築 問題在建築法規 所以必須要請地政事務所去葬梁 必須要請地政司 所以回到營建署 回到地政司 回到地政事務所的系統 這個事情就能夠水落石出 不會給蘇嘉全任何的願望 預算我這樣子 合法非法不是我講的算 沒有錯 沒有錯 這件事情我想不問你說 因為你說違法說 那他說 輪委會跟屏東宣政我來會看 是不是可以 我認為說再把土木 什麼祭司公會找來 一起來做驗證也可以 這樣可不可以 你可以接受嗎 再決定合法非法 我是跟各位報告 不管是什麼建築 只要他申請的時候 你實質違建 你就是違建 你就違反建築法規 所以權責不在輪委會的 他是違建 他絕對是違建 而且他已經超過總面積的495平方公尺 就是實質的150平 他總面積一二兩樓 已經超過了 所以在這麼明確違法的情況之下 我說我今天的重點是抓大放小 小的部分我不要跟你歐龍誰得 今天文傑兄就是小的那個部分 農地農用農民資格 在那地方歐龍誰得 弄清楚了才來給我猜 我覺得不必這樣 文傑因為他是國民黨立委 他很重的指控 這是違法的一個建築 雖然也許農委會跟屏東縣政府 或者什麼土木祭司公衛 還沒有驗證 你怎麼回應這個違法的指控 文傑 現在的根本問題是這樣 他到底有沒有作為農業使用 就有沒有農地農用 那我剛才一再陳述 我剛才一再陳述的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台灣會有這麼多問題 因為定義是非常不清楚 我舉一個例子 我作為台北市議員 我三個月前我處理一個案子 有一個選民 他在木柵茂空那邊是農地 他也要蓋類似的農舍 他那要弄一個魚池 魚池裡面他要養井禮 井禮 結果這個主管單位跟他說 井禮不算是這個 養井禮不算是養這個做魚 因為你是用來看的 他說我這個井禮養多了我可以賣 就是在這種爭執不休 那對主管單位來說 你除非你是養尊魚 或是養泥丘或是什麼 那個才叫做這個農業 但是這個東西就有很大的灰的空間 那有些人種草皮 那對主管單位來說 你種草皮除非說你草皮 是你要把它割下來以後 拿去賣的你才是 那如果你草皮純粹是這個 用來自己用自己看的 那個就不算 那可是很難說 因為很多休耕的地 如果你種了草皮 你反而可以讓土壤 涵養的比較好 所以很多縣市 他在遇到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因為農委會也不會給他答案 因為照我們的法規 也沒有一個答案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過去有自耕農這個項目 它是身分 它是一種日據時代 就傳下來的 阿公傳給阿爸 阿爸傳給兒子 但是我們這個已經取消了 我們現在就叫做農民 但至於什麼叫做農民 就是說 要看你有沒有從事農業 但什麼叫做從事農業 在法律上又定義不清楚 所以他這個邏輯是一環套一環 所以今天為什麼這麼亂 那農委會他現在確實 他想要改變這個 新建農舍辦法 他想要把你農民的定義 定義得很清楚說 你的這個每年的收入超過50%以上 是屬於農業收入的 你才叫農民 哇 這樣一來就完蛋了 這樣全台灣一大堆的建商 一大堆的農民 什麼都出來抗議 所以今天的問題就卡在這邊 那我希望說蘇嘉全今天的案子 能夠做為一個這個標竿的案例 那你農委會如果你說這個不合法 那麻煩你就把這個標準拿出來 農業用地新建農舍辦法 你把農民定義清楚 你把農業用地定義清楚 也拜託一下可以 農委會可以審卻我們這些政治人物 或民意代表很多麻煩 因為我們不想再處理這種問題 事實上我們台灣社會 如果比起比較先進社會 我們的人民在包括立法院 從立法到執法到守法 坦白講我必須想說還是有一段差距 我舉個例子 我前幾天看到不論哪個新聞說 有一個人在陽台養雞有沒有 一對公雞 過過過過半夜就把他吵醒 這在美國是不允許的 警察就請動物保護協 就把那兩隻雞抓走了 你住宅區是不能養雞的 我舉這個例子 顯然我們社會還是有這種很奇怪的 還可以養雞 陽台養雞 第二是台灣人早期 不要 現在沒有了 我們阿公阿嬤去美國 去看自己兒女 早上一落起來散步 阿公阿嬤穿睡衣在街上散步 美國警察先把你抓到警察局去 叫你來管理 這不確定法律就是觀瞻問題 我說要就是執法到底 但顯然我們社會 我說舉這兩個小故事 我不是說美國就是天堂 月亮比較大 但是在法律的執行面 從立法到執法到守法 我們還要很大努力 大家努力 回來我倒想談 其實這個政治效應 我們這個到底合法不要 我想很快 那個屏東縣跟那個縣政委 跟農委會會回來做判斷 交給他們 我們來談一下 請輝文再回來談 就是說 這件事情的政治效應會怎麼樣 雖然邱玉一再再三跟我說 拜託我講這跟選舉無關 但選舉還是發生效應嘛 不是嘛 我們來談 他的政治跟選舉的後遺症 會怎麼發展 輝文馬上回來